好 大家早上 我们来看庭波泰前书的第五章 我们一开始进入庭波泰书的时候都讲 这一卷的书信我们被称为教育的书信 教育书信其实就是保罗教导延称的庭波泰 如何去处理教会里面的事情 教会里面的事情当然不少就是要处理人的关系 所以你看到这一章成绩 基本上都是很多讲到人之间的伦理上的关系 究竟教会如何去对待这些关系呢 其实不单止在教会里面 也都是对体姊妹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如何在主的里面来相处 所以很简单的 这里就可以分成两个大段 第一个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第二个大段就是十七节到最后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 第一个大段就是处理教会里面的一些妇女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寡妇等等 先在前面第一一二节 其实就是保罗先给了一个阶拉这个指引 给了一个阶波泰 这个指引非常简单 第一第二节他说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的妇女如同姊妹 总要清清洁洁洁洁洁洁 这里有四个类别的人 加上就是差不多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全部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词别虽然说 不可严责老年人 好像只是指老年人一样 老年人如果有什么事情 不要那么严厉地责备他 要劝他如同父亲 你要当劝自己的爸爸要劝他 然后你就看到 少年人怎么对待也是要劝我 老年妇女怎么对待也是劝我 少年妇女怎么对待也是劝我 所以你就发现原来 是先劝勉 所有的问题先劝勉先 劝勉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显尽爱 而这个爱 所以是清清洁洁的 清洁洁洁就是 那个爱是很pure的 pure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你是真是为他的好处 你真是想他有改变 你真是想他有进步 所以你就这样来对待他 不是用责疑 不是用盐责 是要用爱心来劝戒他 其实就是要建造他 就是要来帮助他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牧羊的秘笈 也是一个牧羊的心肠 当你牧羊的时候 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生命上的问题 甚至当我们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跟不同的组员 近距离相处 认识久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所有缺点都在你的眼前 每个人都有些古怪的习惯 或者一些坏习惯等等 那这些习惯可能都需要一些调整改变 我们经常都说修剪修剪修剪 但是我们都知道 有些小子长是会比较倾向使用权柄的 其实张牧师经常都提醒我们 权柄是什么时候用的 特别在牧羊关系上 权柄是到最后迫不得已的时候 才拿出来用的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原真是一样 不要严责这些老年人 除非到逼不得已 就是真是个罪很厉害 或者伤害到其他人 否则的话 我们都是用劝的方式 是用爱的方式 出发箭要清清洁洁 是爱对方的缘故 来到他圈面 来到他牵造他 所以也都有人说 牧羊是不简单的 因为你要让你的祖元生命改变 首先你才要为他流一桶的血 是吧 那么他的生命才会改变 做了少数奖的 就会明白当中的一些感受 所以其实很久在这里教导体摩太 在教导体内就是这样 对不同层面的人 我们都是以先勸勉为一个原则 用爱来去出发 清洁洁洁的让他们得着改变 所以然后他再特别针对一些寡妇 因為當時的年代和今天不一樣 當時的年代寡婦是一些特別有需要的人 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今天不一樣 大部分都是男性主導 家裡的經濟收入、支柱等各樣東西都是男性 女性很難去找工作 所以女性基本上就很難有自己的經濟 支持自己的能力 當她成為寡婦的時候 其實她在生活上、經濟上的依靠和支柱 這些人是特別有需要的人 這些人應該怎麼去對待呢 我們今天都來看第三節 我們先看三到八節 要尊敬身為寡婦的 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 便叫她們先在自己家租學著行靠 報答親恩 因為者在神面前是可願立的 雅動居無靠的真為寡婦的事 仰賴神就夜不住地祈求討告 但那浩然樂的寡婦 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這真是你要祝福他們 叫他們無可自責 人若不看顧親屬 就是背了真度 比不順低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 更是如此 首先我們要尊敬 要尊敬那些真為寡婦的 什麼叫真為寡婦呢 他後面就說 如果寡婦有兒女 有孫子有孫女的話 就叫他們先在自己家裡 學著行道報答親恩 所以如果有寡婦 他的家人 他有親人的 他有家人的 就先讓這些家人 學習來報答 來照顧這些寡婦 因為這樣在神的面前 是可蒙越南的 其實神是愛 當我們能夠照顧 我們自己家裡的寡婦的時候 我們就顯出一份的愛 其實很多時候 是什麼叫我們身邊的人 願意信主呢 其實未必是一些什麼高然大致 其實是我們生命裡 所顯露出來的一份 衝生而來的愛 所以如果我們口口聲聲 說我們是熟成的人 但我們所做出來的行為 連對自己的家人 都顯不出他一份的愛的話 在旁邊的人 在我們身邊的人 看到的時候 怎麼能夠相信 我們是一個愛的團體呢 所以他說 當我們真的有寡婦的時候 我們要尊重 要尊敬這些寡婦 但如果這些寡婦 在家裡有家人 就先讓他們 學習來進校 來照顧這些寡婦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鮮厚的問題 前面說的雜臂都是 先勸臉 其實就是先勸臉 不得已才雜臂 所以先勸臉後雜臂 如果有寡婦要怎麼去照顧呢 也都是先讓自己的家人 讓自己的家人去照顧 如果真的不行 那才教會你去補償 那些獨居 對不起 那獨居無靠 真為寡婦 是仰賴神 就夜不住地 祈求討告 其實真寡婦 你看得出的 他有一個記號 第一就是他獨居無靠 他真的沒有所依靠 但這些真為寡婦 他是就夜不住地 吐告養賴神 因為剛才我們都說 在當時的社會 這些寡婦 他們是沒有收入的 那他們靠什麼呢 所以這些真正的寡婦 其實都是信心的寡婦 就是他們懂得在吐告裏面 依靠神 養賴神 但是神又很有趣 神是一個孤兒寡婦的神 所以當他真的會看顧 我也聽過很多的見證 包括我們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跟我們分享見證的姊妹也有說過 那我真的有一些 來了婚 身邊沒有丈夫去照顧 那真的 家裏有些什麼電器壞了 水喉失了 那怎麼辦呢 我聽過幾個這樣的個案 真的那些電器壞了 他們真的很可憐 很慘 自己又不懂得修理 真的有幾個個案 我聽過他們都是為那些電器祈禱 祈禱一會兒之後 自己會走回來 洗衣機會轉回來 那些房子會穿回來 真的會特別看顧 所以當這些寡婦 他們真的無依無貪 就夜不住地向神討告 這些寡婦其實我們要照顧 我們要體重 我們要尊敬他們 不要因為他們沒有了丈夫 不要因為他們沒有了經濟的收入 我們就看不起他們 我們要願法的敬仲他們 因為他就夜的向神討告 先驚你其他教會裏面也有說過 神是孤兒寡婦的上帝 你千萬不要欺負這些寡婦 因為背後是上帝為他撐腰 上帝常聽他們的討告 但是原來家府也有另外一款的 第六節他說 那好安樂的寡婦 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這才是你要祝福他們 叫他們無可自責 原來有一些寡婦 是屬於一些好安樂的寡婦 就是喜歡飲飲食食 你看起來都真的不像一個寡婦 如果是這些的時候 布羅塚說 正活著的時候也都是死的 即是他們裡面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活生生的生命的見證 在他們裡面沒有一個跟真實的關係 在他們裡面也沒有一個 愛心流露的生命的表現 所以這樣的人 就算他是活著的 都好像死了一樣 所以布羅塚說 這些事情你要祝福他們 要叫那些寡婦無可指責 也要叫那些家裡有寡婦的人 他們都無可指責 即是他們自己去照顧這些寡婦 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去照顧我們的親人的話 我們給那些不信的人就更加差 如果不能夠看顧好自己的家 更加是這樣 所以你記不記得我們前面 幾張都有說過 就是選執事的標準 選神的無人的標準 都要去管理自己的家 建造自己的家 所以同樣在這裡都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不懂得顧好自己的家 如果我們不懂得顧好自己的家人的話 那麼我們比不信的人就更加的不如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又怎能夠去管好神的家呢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前後一致的一個教導 如果教導我們 即是我們要為神作供 我們要來到服侍神的話 我們先顧好自己的家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常常在 在教會裡面都會教導的 就是我們不要經常在天上飛 我們先要盡好自己的本分 顧好自己的家 先神後人載大地 其實教會裡面的事工 是屬於大地的一個部分 先神 如果我們敬神 我們愛神 我們跟從神的話 我們就要愛人 是不是 那麼所以在愛人的部分 在神人大地的人的部分 家是很重要的 即是 即是 如果我們告訴別人 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自己的家 搞到四分五年 搞到真的搞成家的時候 有誰願意 去相信一個這樣的神呢 當然你見到 我們自己的家 都搞到 搞到七八糟的關係 亂搞 接著 對了 那麼 怎麼會有人羨慕呢 特別呢 如果我們家裡有人 是未信住的 那麼我們 我們連自己的家 都顧不好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感動 我們家裡的人信住呢 家裡的人 只會覺得 即是 上帝搶走了他的家人 那麼 這個是一個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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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 特別是我們的下代 那麼 我們也都特別要提醒 我們當中的傳道人 或者是 同工們 我們以前 是服侍了很多 一些的 牧人 領袖 他們是 真是 很拼命服侍的 特別是一些落後國家的 或者一些發展中國家的 一些傳道人 他們真是 很拼命很拼命 拼命到一個地步 真的忘記了 或者顧不上自己的家人 但是最可惜的是什麼呢 那麼敬虔 那麼愛主 那麼拼命服侍的人 他們的下一代 全部都離開教會 他們的下一代 全部都已經不信神 因為他覺得 這個神 拆散了他的家 這個神 奪去了他的父母 如果你告訴他 神很愛你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看不出來 我感覺不到 我不覺得神是愛 因為神將我的父母 都拟走了 讓我的童年 孤單悲慘到他度過 自己吃醬 什麼都是靠自己 沒有人幫 沒有人理 野孩子一樣吃醬 然後你告訴他 神很愛我 我怎樣讓他相信呢 所以這個就是 對我們一起 一個很大的提醒 就是 我們要將 這一份的愛 留給我們的家人 以致到我們的下一代 才會和我們 十年深一起走 要不然 建立的事工 無論有多大也好 有一天都會過去 如果我們的教會 沒有辦法傳承 給我們的下一代的話 我們這一代人過去的時候 其實也都留不下 任何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 真的要將我們的家 給到一個顧好 讓我們的信仰 讓我們的神 那份的愛 可以留到我們的下一代 這樣才是有意思的 好 我們看看 第九節 第十節 寡婦記在差子上 必須年紀到六十 從來只在一個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明星 就如養育兒女 致代軟人 洗聖途的腳 救濟租顏的人 竭力行 各樣善事 原來呢 教會要將這些寡婦 寡婦記在明察上面 要有一些條件 要有一些標準 要有一些標準 不是亂來的 那這些標準是什麼呢 他要年到六十 即是說他真是有那些年紀 從來只在一個丈夫的妻子 還有好的明星 有好的生命的見證 就是養育兒女 所以你看到 他是把子女擺在他前面 擺在第一位 這樣才是配稱為 敬虔的寡婦 又懂得接待軟人 洗聖途的腳 救濟租難的人 竭力行各樣的善事 其實難不難 真的很難 做寡婦 自己都應該沒什麼了 你還要接待軟人 還要周濟有需要的人 竭力行各樣的善事 所以你就要見到 這裡是充滿了那一群生命力 這麼有生命力的 這些年長的寡婦 我們要將他寄在殘子上 好好地幫助他 敬仲他 至於那些年輕的 那麼有件 原來還有一批年輕的 十一節到老十 六節 年輕的寡婦可以遲他們 因為他們的情緣發動 每期見到的時候 就想要假日 他們被定罪是一廢氣 要當初所許的怨 並且他們又習慣懶惰 皆家閒遊 不但是懶惰又說長到怨 無管的閒事 說者不當說的話 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 生養兒女 治理家無不及的人 辱罵的罷兵 因為已經有轉去隨從 撒旦的信主的婦女 若家中有寡婦 自己就當救濟他們 不過累著教會 好使教會能救濟 真無依靠的寡婦 然後還有一幫年輕的寡婦 這些年輕的寡婦 普羅就說你不如辭去他們 即是不要讓他們 在教會裡面以寡婦來自清 甚至很想將他們的名字 嫁進去寡婦的寡婦 為甚麼 因為他們情欲反動 違背激的時候 就想嫁人 其實他們是想嫁人的 他們被定罪是因為廢氣了 當初所許的怨 原來這些寡婦就是 他們有一個縣 有一個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他們 當然他們就沒有了丈夫 但沒有了丈夫 是不是一定要在教會裡面 寫下的策子上作寡婦 不是的 除非你沒有了丈夫之後 你自己去一個縣 去一個縣 即是你自己表明一個心跡 就是我不會再嫁的了 我不會再有婚姻的了 這些就會成為寡婦 就像中國以前古代社會一樣 有些婦人失去丈夫之後 她就終身不再進入婚姻了 就是專心的養大小朋友 甚至中國古代後來也會 後來就整個精緻牌坊 去表揚她 所以其實這裡都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人憑你的 你自己說要專心的照顧孩子 你要養大自己的孩子 你不會再考慮進入婚姻 你要成為一個寡婦 但是你說的事跟你做的事又不一樣 你又說你要專心的養大孩子 結果這些寡婦做甚麼呢 就是他們又長嫁人 然後他們又習慣懶惰 就沒有去照顧自己的子女 沒有照顧自己的家 那要做甚麼呢 挨家閒遊 不單是懶惰 還要說長到尾端 好管閒事 說些不應該說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普羅娃 你不如正正經經 真的找一個人重新再嫁 嫁了之後 起碼你自己的頭 加你去打你 去那裡生養女 去治理家暴 這樣就不會給仇敌 有控訴嫁會的罷兵 因為你又說給人聽 自己的基督徒 又說給人聽 自己的敬虔的寡婦 然後你就在那裡 周圍這樣 就是 挨家閒遊 去那裡打麻將去 那裡打麻將 然後又說是非 搬弄是非 挑撥這個 挑撥那個 然後很多的 很多的Gossip 說來說去 完全跟前面 我們看到的真為寡婦 是完全不一樣的生命 那邊是祈禱的 那邊就是 架架陣下 沒有幫襯 所以 普羅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們自己定了自己的罪 這樣的話 你不如做正經事 其實整個正經都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正經的事情 什麼是正經的事情 就是看顧好自己的家 看顧好自己的家人 照顧好自己的家裡有需要的人 不要把什麼都拉到教會那裡 他們當時教會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有教會的時候 教會是我們的家 所以就把所有自己當盡的義務責任 都全部推給教會 這樣是不好的 這樣不是一個美好的見證 也不是一個應該的 所以我們要做正經事 我們要自己照顧自己的家人 不要把這些責任都推給教會 不要把這些責任都推給其他人 那我們才是配稱為 就是耶穌基督的好悶徒 接著 十七節到最後 就是講到 在教會裡面服侍的人又如何呢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當以為配受教會的敬服 那勞府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 因為經常說 偶在牆上傳谷的時候 那個龍柱帶的最有說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所以那些勞府傳道的 那些在教會裡面的管理教會中心的長老 那些傳福音教導人的勞府的 更加應該敬奉他們 更加應該尊敬他們 甚至不要虧欠他們的工價 因為他們是靠福音養生的 不要虧欠這些主的工人 他們是當德的 因為牛在牆上傳谷的時候 都不可以攏住他的嘴 作工的德工價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工價呢 除了給他們的人工之外 更加知道對他們 應該要有雙型的尊敬 那我覺得很感恩 就是魯一一有一個很好的文化 就是那些姊妹很尊重 同工很尊重傳道人 我相信這樣是上帝體重 也都是上帝會恥福的 但是不是這樣 不是每一間教會都是這樣 我們以前的 我自己的教會 都沒有那麼好的文化 有時候我們會將傳道人 洗一洗 夫婦學學 就是這樣 那就不好 因為呢 這裡就說 作工的德工價 是應當的 而且這些勞苦傳道的人 我們應該要加倍的 來敬奉他們 所以我們要對我們的同工好些 其實呢 這些同工 這些利美人 是代表神 在神的面前 幫助和服侍大家 你獨得尊重他 神必尊重你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在他們的面 都要看他們背後的神 神來選擇他們 他們放下世上的工作 特別在我們的教會 其實我們的同工是非常值得尊重 因為他們其實是放下世上的工作 甚至呢 甘願領一些給他們以前的能力 或者過藥液 可以獲得更加低的人工 進入教會裡面 其實就是因為外人 想建立服侍教會 這樣的人是值得我們去敬奉他們 尊敬他們 所以呢 十九節就是帶來的 如果有人控告這些長老 除非有兩三個見證人 就不要收 就是說呢 如果有人投訴我們的同工等等 除非有兩三個見證人 如果不是我們根本就不應該 輕忽地去接受這些投訴 來處理 我們要對我們的同工 有這樣的信任 他說犯罪的人 當作還在面前擲地 他叫其餘的人都可以懼怕 如果這些無告的人 我們要在公開 這裏所說的犯罪 其實是上來在成績前面 就是那些告這些長老的人 如果這些無告來的 這些是列造虛假的話 我們要在公眾的地方 當然的來擲地他 叫其他的人都可以懼怕 叫其他的人 不要下法這些行為 是不是都投訴 我們以前都會收到一些投訴 投訴他的組長 投訴這些人投訴那樣 如果這些投訴是不實的話 除非真的有兩三個人 除非真的有很多的證據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不要輕率地去處理 或者去責備我們的同工 但是如果是無告的話 我們需要當作地處理 要其他人都懂得懼怕 懂得尊敬這些的報應 他說 我在神的基督 耶穌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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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急俗 不要再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的清潔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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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守別人的撇便支持 別人說誰好就好 別人說誰不好 你就對他有成見 不要這樣 我們要自己去煩惱 我們要自己跟那些人去接觸 來決定 並且不要心急 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份 而保持自己的清潔 譬如 如果有人說我沒有同工不好 我們已經證實 我們就要對他有成見 其實我們就等於在別人的罪上有份 我們就已經定了別人的罪 我們就已經不是一個智慧的做法 我們總要清清潔潔 我們總要保守自己 我們自己要持守那份忠立 我們看東西要看得開闊 要有這樣的智慧 其實這就是在牧羊上一樣 我們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的祖元都會 祖長你知不知道那個人 怎樣怎樣怎樣 會有這個是非傳入我們意中 那我們怎麼去處理 我們怎麼去看這件事 我們就不要抱著一個成見 當有人這樣去批評一些的人 我們的祖元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去相處 自己去了解 不要在妄下判斷 這樣才可以建立一個健康純正的教會 當然是保羅 接著就是 拳提摩太 他說他屢次胃口不清 常常生病 以他手未用染酒 所以你看到保羅是一個很pratical的人 他不是死固固的 這裏不可以喝酒 但是因為他有這個 這個腸胃不食的緣故 所以你可以喝一點的酒 不要醉酒就可以了 所以凡事都是一個節制 都是一個合理 所以我們想做的事 我們牧羊都好 最重要的是 這些東西是合理 於人是有益的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 帶領教會的核心標準 他說有些人的罪是厭名的 好像先到審判台 有些人罪是隨口跟進去 行線都是一樣 有些是明顯的 有些是不明顯的 明顯的看得到 不明顯的也不能夠忍作 所以就是說 時間一過去的時候 生命的東西自然就會顯露出來 沒有什麼可以收起來 所以為什麼這個就是 叫他不要急 為人按手 我們總要給時間去觀察 我們就看出 每一個人生命的工程如何 他始終都會顯露 對於這些真實的 有生命的 有需要的 我們要去幫助 對那些生命裏面有美好見證的 我們要懂得去尊重他 我們要懂得去敬服他 這樣的話 教會就是一個非常之和諧 非常有愛 有次序 有次有罪 並且能夠照管身邊的人 一個教會才可以 為神作見證 才是一間健康的教會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學習 在我們的本分上面 我們懂得 在神教裏面遵我們的本分 以至到我們的家 他們的教會都可以建造起來 好 弟姐妹 我們一起套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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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祈福敬 enter 玩上車 dla casa 我們一起套勁板 我們一起套勁板 你套勁板 你是自己套勁板 你邀請 我為你套勁 rot 你的氣 而utos 對 總ér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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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